小吃店的黄闷鸡为什么那么好吃,出餐速度还快 今天给大家分享几个技巧,看完视频保证让您学会 鸡肉做成块,鸡腿跟整鸡都可以 干香菇温水泡发,多清洗几遍 胡萝卜块,土豆块,葱姜蒜,小葱段 如果能吃辣的话,可以换成青红辣椒 鸡肉冷水下锅焯水,加入料酒去腥 这样才能把里面的血水逼出来,吃的时候没有腥味 到处把浮沫冲洗一下 热锅凉油下入鸡块翻炒 高温能让鸡块里面的腥味挥发掉 炒一下表皮收缩,吃着才香,直接炖的话味道会差很多 有一点金黄就可以了 接着下入葱姜蒜,调到小火炒香 这个铁锅在我置顶的开锅视频里 闻到香味后,下入一袋黄闷酱汁 既能上色也能调味,就不用炒糖色了 有的朋友炒糖色,不是太甜就是发苦 这样操作就不用担心了,而且效果会更好 泡香菇的水加一点进去,下入香菇 搭配一点老抽,颜色做出来更漂亮 盐味就不用放了,除非吃味比较重的,可以少放点盐 煎炖10分钟 倒时间再下入土豆炖个7-8分钟 也可以用电饭煲或者高压锅,时间会缩短一半以上 汤汁变粘稠就可以了 葱炖下锅,窜一下味 因为有孩子吃嘛,所以就没放辣椒 看一下这个颜色是不是很有食欲 不比店里面卖的差,自己做的干净放心 喜欢的朋友可以点赞收藏起来 以后用的时候照着视频操作保证不会翻车 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 下期见,拜拜